大家好 日本防卫省周三6月8号最新透露 当地时间6月7号深夜 有4架俄罗斯军机从日本海往东朝日本飞行 静止飞向日本领空 日本防卫省认为这一行为非常罕见 日方已对此加强警戒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8号发布消息 4架一次被俄罗斯军方的飞机 7号晚间在北海道以西向日本海上空飞行 4架飞机静止飞向日本领空后离开 飞向北海道西侧日本领空的4架飞机 在即将进入领空时改变了方向 其中两架折返后在北海道以西盘旋飞行 另外两架向北飞入撒哈林上空 日本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防卫省称近年来未见过类似的飞行 分析这是一个罕见的举动 日方已经加强警戒 防卫省认为这可能是俄军的挑衅行为 日本空自和美国空军6架战机 7号在日本海实施了联合训练 为知此次联合训练是否和深夜俄战机巡航有关 日本的共同社也表示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7号 表示当天投入的航空自卫队和美国总机 6架战机在日本海实施联合训练 据称演练了各种战 日本防卫省称此次训练中 空自派北海道千岁基地第二航空团 4架F15战机 美军派青森县三则基地 第35战斗航空团两架F16战机 那就在同一天 中国解放军也在福建漳州 福州机场周边新建了多个防空阵地 台湾计划增购射程达到中国大陆的 雄生地对地巡航导弹系统 台湾媒体曝光 台湾地区通过台军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预算 将增购雄生陆地巡航导弹 而且公开显示战备用途 将扩展瞄准大陆军事设施 如主力机场 台湾防部门在公开资料宣示 将增购空射机动的万箭导弹 与陆射机动的雄生导弹 是为打击敌人目标与作战重心 持续敌人攻势行动 万箭部署于北中南部地区重要机场 雄生则部署台湾本岛南岛 台湾媒体曝光增购的雄生导弹 2025年生产交运 次因素的雄生导弹系统 在台湾已经服役20年 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预算 属于雄笋项目增成型 不但弹头载弹量增加 破坏力提升 而且射程由原先的600公里提升到900公里 主要精准攻击解放军的主要机场 纳入攻击范围的包括福建 广东军用机场 而且打击范围可以扩大一倍 雄生导弹采购计划曝光以后 发现解放军在对台进攻所使用的 漳州福州机场周边的山头 出现新舰规模明显过于巨大的点防空阵地 阵地布局构型前所未见 部署号称能反制巡航导弹的 红旗六弹炮合一系统 那么阵地规模由原先一个营提升为两个 实际上之前节目说过 俄乌战争会外溢 外溢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东北亚地区 特别是台海地区 会出现一轮新的动荡 现在看俄罗斯对待日本 特别是在日本海 针对北海道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什么 就是要警告日本 另外刺激日本 刺激日本 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俄罗斯现在来看 是非常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发生一场战争的 这个逻辑很简单 如果中国和台湾发生战争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 他这个压力就化解了 在台湾如果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 乌克兰这场战争就不再是焦点了 那你看中国就可以什么 分担国际的压力 这个给大家看懂了吧 俄罗斯是最希望东北亚地区出现什么 出现动荡 出现新人的动荡 俄罗斯是非常希望看到这点 所以我之前的节目一直在说 最希望两岸发生战争的是什么 是俄罗斯现在 这边美国的态度就非常关键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 美国是希望中国和台湾发生战争的 很简单 中美是吗 中美是未来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发展要超过美国 那么美国一定希望中国深陷战争的泥潭 所以你看俄罗斯美国 我之前讲过吧 联合五大成立国至少有三个 都是支持中国的台海 对台用武的 支持武统的 所以你看现在台海问题 台湾问题 东北亚问题 和我之前的分析是一致的 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紧张 这关系会越来越恶化 甚至你不排除美国和俄罗斯 会做局 拉高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 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到这 未来东北亚地区局势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美国和俄罗斯一起来做局 整个局势会拉高 整个地区紧张局势会拉高 俄罗斯也希望这个地区出现动荡 化解欧洲方向 美国也希望这个地区出现动荡 那你们台湾人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们台湾人好好想一想 这么多大国都希望这个地区动荡 你们台湾自己呢 你希望这个地区和平 是你能决定吗 是你台湾能决定吗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态度就非常关键 中国要展示武力 第一是给台湾看 第二给美国看 实际上也在给周边国家看 也包括俄罗斯 为什么 我这个地区如果发生战争 我迅速的解决台湾 那现在呢 对中国来说啊 是关键时刻 中国一定要向全世界展示啊 中国的军事实力 特别是能够快速收复台湾 快速武统台湾 这个军事实力 为什么强调快速啊 美国希望什么 希望大陆和台湾打起来 希望什么 你看到乌克兰就知道 希望消耗你嘛 长期战争我消耗你 消耗你才是目的 拖垮你的国力 如果中国能够迅速的武统台湾 那对美国来说没有意义啊 反而失去了台湾 所以中国只要展示 快速武统台湾 短期内就可以收复台湾这个实力 这个军事能力 美国就不敢打台湾牌 反而台湾能够和平 台海能够和平 那如果拖进了一个长期战争 反而台海战争很有可能会 会爆发 美国看准了机会 中国没一个实力 那么我就挑剧 让两岸战争爆发 甚至支持台独 那个时候中国被拖进台海战争 反而危险了 而中国向全世界展示 能够快速武统台湾 快速收复台湾这个能力 美国打这张牌没有任何意义 打出来就被中国收复了 反而中国能够获得利益 地缘正常利益 你失去台湾了 你又不能消耗中国 听懂这意思了吧 所以中国一定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 强大的军事能力 短期内快速收复台湾这个实力 实际上现在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 现在来说非常关键 很多大国都希望台海地区出现动荡 都在盯着中国 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绝对不要犯错 这个时候你喊和平 你喊和平统一是错误的 反而向美国释放一个错误信号 就是你什么 你不敢 你没有能力 你弱 反而他什么 他会发动战争 要把你拖进一个什么 长期战争里消耗你 那个时候反而战争来了 所以说现在中国一定要向全世界 展示中国强大的国防能力 真正捍卫台海和平的 是武统台湾 反而做过更新的 实际上 感谢观看